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长官说 我是可以啦 我可以回来可以做见证 因为为神做见证是完全是没有的好条件的 没有说只要你有时间 我的英文不好 刚才牧师说 其实我只是读到六年级罢了 我就没有在上学了 我讲一下我的break out 先好 before我进入神 在我的生命所做的见证 因为你们太多年轻人在这边 我希望我的见证能够启发你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生命就不一样 好吧 好 我有四个孩子 OK 我有三个孙 还有一个明年就要一起了 所以有四个孙 感谢主 在我三岁的时候 读了六年级 在毕业后的一两个月 我的家里来了一对夫妻 就是带着三个孩子 一岁 三岁跟五岁的孩子 就把我从世贸业 你知道富贵山庄吗 世贸业 我是在世贸业长大的 在世贸业 我的家从我的家五十年前带我来到榜萨 Lucky Garden做女佣 我这是第一份工作 所以神要卷选你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认识神 但是我也不喜欢认识神 因为我觉得我很多时候要靠自己 我觉得这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是掌握在别人 不是掌握在神 那这个时候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 很努力的去做东西 但是我在做女佣的时候 我带三个孩子 那时候的工钱才六十块 因为家里有七个弟兄姐妹 我都没有机会读书了 因为我们客家人 客家人比较 我不知道 以前的我们 我的家每次我老妈都讲 哎呀 你孩子不用读书啦 都这么多书做魔 都要家人的咯 这样我每次都听到这句话的话 所以我上面有个哥哥 我哥哥就有读咯 所以我就是最大的大姐咯 我就没有读书了 我就去做工 但是帮不到的 就六十块怎么帮呢 所以也不明白 只是想到要去做工罢了 所以一个十二岁今天 一个十二岁小孩子在这里 突然间给人带走的话 你不怕 我的妈妈不认识他 我也不认识他 他哪里来我不知道 我指着 那时候我叫人家跟我找工 因为我叫朋友找工 那个朋友是作为女佣的 他就找个女佣个人为我做咯 这样子就跟人家走了 你说啊 以前的世界真的很平安的 现在真的是跑出外面都怕是终了 对吗 所以那个时候 我感觉到那个时候虽然物质不好 但是啊 我们很幸福 我很有平安 但是就是不认识主啦 好 在我做了一年半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很不是智慧 一直跟着人家的后面 我又没有读到书 可以做什么东西呢 跟着 我就觉得我妈妈那时候 她晚上 早上是个脚 下午回来 其实不是下午 早上回来 就立刻去做 种东西 就种甘蔗 种菜 当时我才14岁多 因为一年多 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不想做女佣 因为做女佣是吗 你一直在人家后面 你没有自己的 你真的没有自己的 结果 那时候小小的话 我就想好 我叫我妈妈 去跟人家借钱 买了一两那个 甘蔗 甘蔗水啊 搅甘蔗水的鸡 就那时候我的妈妈 就借了一个钱 一千多块那时候 都蛮多钱 那是开始了我的 热水煤的生活 就是 每一 每一天我就退着那辆车 小小就去卖 扎 我们讲的遮水煤 那时候小小 十多岁 这样子 一天不要看这样一个小档口 我可以有时卖到千 一个月 可以收入整千块千多块的 跟我以前在 做 女佣的时候60块一个天一个地 所以我觉得 都不错做生意 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做生意 我的目的是要做老板 因为做生意这个生意是 小贩 我不是看地小贩 我指的 小贩 怎样做 还是很少钱 做老板可以赚很多钱 那时候想到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会做老板会赚很多钱 我做女佣那份工 我的老板就是做老板的 做生意的 所以我从那边我才认识 什么叫做做生意 所以年轻人 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生意 在网上做生意 买卖买卖这样子 那个不是 那个是你们 只是 不想去做工 只是以为这样人家做你又做 人家卖我又卖 你明白吗 不是来的 那个真的不是 懒惰就要 又要上班又要下班很懒 我不是只讲你们 我对我的商人是这么讲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 一份收 一份收 更赢一份收获 你一份祷告 就一份祝福 真的这个是肯定的 好 这样我就 回来卖这水 一年里面 其实我早上卖这水 晚上我是学车衣 因为我以为做老板做车衣 开车衣店就是老板了 好过做小贩 对不对 整个老板要买在车里面 我学了一年学会了 车衣 整套又回车了 跟着 我就 拿 就退了这个 这水 卖给 second hand 给人家 那个这水 我跟妈妈讲 我要去找老板 当老板了 我不要当小贩了 我就拿 就退了这个 我就去找了一份工 在宝顿 一份工呢 就是 真的多老板 你知道我做老板 不是做老板 是做学徒 知道多少钱吗 我从卖这水钱都换一个月了 我赶赶 30块 工钱罢了 我都去做 是因为我觉得 我要去投资 成为老板 所以不是为了那个 钱 所以 去到那边 短短的两个月罢了 两个月的时候 给我突然间 听到一些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 我的老板 跟一个顾客吵架 他吵架的吵得很大声 在外面 我在里面车衣嘛 原来我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只听到那个人很生气的时候 我给你20块一件车 你帮我车到这样子的呢 我只听到20块 我心想20块啊 我真的做业做 从早做到晚车车 最多车到三件罢了 三件罢了 最多要踩呢 要车呢 要顶呢 全部整天到晚 20块 乘三才 60块 60块乘三十天 你不 不睡觉 不是 不 你付 假期才1800块 我现在做这水 都钱多块了 我说 这地 此地不可留了 我立刻就走了 好彩喔 给我听到 我一直不知道 我只是 只是发百乐梦啊 老板的梦啊 我去做老板啊 哇哪里 好彩咯就几个月后 两三个月后我就走 但是怎么办 家里有这么多 弟弟妹妹要读书 虽然我想以为做老板一年后我是辛苦一年我就可以开的以为这个是全部是发百乐梦 跟着就 也是在宝顿当时的宝顿 全部的short lot 那个宝顿的那个double storage全部都是车移的 因为以前中国没有这么厉害没有这么多网络的钱不是车移 很多国外全部去国外的 我就去找从头到尾 三个block 去找没有一个人要请我 那时候小小力 最多是15岁 16岁没有到 15 6岁 原来为什么不请呢 因为 太小了 黑市 同工没有人要请 所以怎么办 我还是不死心 跑到最后一间 我不管我每一间都自己亲自去问 一直批评我自己我几厉害啊我几块啊我什么啊什么 没有人踩你没有人要你因为太小嘛 所以 最后一间 所以 有时候 我们不要这么快给放 真的 很多东西 如果我们看到前面 你以为呀 其实神很多路会给你开只要你 努力只要你不放弃很多东西现在里面做做的 孩子们 你们做做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坚持 坚持 坚持下去 真的 你相信的话 就会有的 跟着最后一间 真的是最后一间corner的 他很敢攻 他跟我讲一样 你如果有人查的时候 你可以不会藏起来 哇我就有机会了 我藏起来很简单 我又小粒又黑 卖遮水很黑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太阳嘛 那时候 我就 太快我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很小粒我很羡慕的 我跟你讲 我就说很贵 一下子就藏起来 那边 给了我进去做了我第一份 叫做车衣妹 刚才是 遮水妹 现在是车衣妹 不是老板啊 你有当老板啊 到了车衣的时候 你知道我最小 最小的 做最高工钱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第二天我就去问 楼上住的伯父 你几点开工 你几点可以起来的 他说我六点 OK你六点开门 我六点就在那边等他开门 因为他是车一间一间的 他不是车工 要工的是车 车树的 所以 六点就去 晚上八点 人家走完了 烧完地要关门我才走的 所以 不是因为我厉害 不是因为我什么 是因为我努力 因为我肯做 所以我是全场 那时候 我的工钱最少前五到 差不多前八 你想一下 一个30块的现在钱多快 我又有 很 很上忙着 又钱拿回去给我妈妈 其实我完全交完给我妈妈了 我完全没有熟悉的 一年多 心想 17岁了我 一年多了 14再做 一年多不是17 你知道了 17岁是什么 孩子们 少女怀春 要找男朋友 找老公 你明白吗 但是在场里面左看右看前看后看 没有一个男生的我 这一场 我突然间才发觉到 我做了一年都没有发现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去找老公 我说 这么没有男人的 蛤 这样子 怎样找老公呢 天天早上六点在那边 八点就走了 才走 没有 完全没有时间 这样子我跟着讲 此地也是不可留 那边你要找老公啊 这里找不到 你又不去 没有 等 等 等来的嘛 没有可能等的嘛 所以 我们做什么东西 不要等 你一等的话 时间 就没有了 来 我就这样子 我就怎样可以找老公呢 我跟自己讲 我做不成老板 我要做老板娘 为什么要做老板娘呢 我找个老板的老公 我就是老板娘嘛 对不对 我就这样子想 那时候人小小的 古灵精快乐 想到这样 我就想了好 怎样 一定要去做office工 那时候我们讲office工 就是clap 那时候我的年纪 现在你们不是这样子讲office 我去找office 怎样找 你不会英文不会马来文不会写什么都不会 好 我想到一个方法我要去写打字 Alin你是打字研都可以的嘛 对打字很容易的嘛 那现在没有打字了啦 你们看不到打字机了 现在没有打字机 就打字 我就去写打字学了三个月 哇 很厉害打 打到很快 哔哔哔哔 一下子就 就成功了 我就讲到 是时候了 要去 做clap了 就去找工 真的 王天不负 有心人 你一直想要找 你一直想要找 你就找得到 给我找到一份工 从千八块跌到 百五块 又来喔 又来喔 18千八的 你知道吗 千五 千八变了 百五喔 但是我又要去做 因为我要找老公嘛 我不是做工嘛 这样子我就去做 就去找一个 你知道 这份工 要写东西 我都不会 我的心只是想到 怎样去找 找老公 有个 机会给我 进到一个 corporate 去找 boyfriend 三个月在那个地方 跟着那个地方是吗 是那个 以前很流行 那些门啊 铁门啊 那个窗啊 那些 烧汗的 我就在那边了 我就在那边 学 debit跟credit 那时候account不会 只是知道 他那个老板叫我 Kamichi 你这个啊 其实是cashbook来的 今天进多少 接触多少 这样子 我只是想到一样东西 开支票也不会 你知道我怎样开支票的吗 第一天开支票 老板叫我开支票 我说我不会开支票 因为我没有做工 他说 这样子啊 好 他 我说你明天给我 我就会开 你给我写一天 我立刻回到家 就跟我的妹妹 我大他一岁的妹妹 那时候 form 3还是form 4 我就跟他讲 给我写起来 一到1000 尤其是11 12 chalk 11 sparing的 我就跟他写一写写 跟着我拿那本书 我就去开支票了 全部一个个兜进去了 我就是这样 很大胆的 就是这样子做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自己啊 觉得自己很没有人意啊 什么都觉得自己不会 那个也是借口来的 因为你不想欺骗 因为你不想努力 因为你不想 改变自己 现在的时候 所以我没有 我只是想到 想找老公 你一定 顶眼熊啦 来 这样子就这样子过了 三个月 左看右看前看 又是看不到有百麻王子 太长喔 黑黑的喔 坐子每天早上去 都是黑黑的喔 黑麻王子就有啦 怎么是黑麻呢 因为他们拿着烧汉 拿着这个东西 黑刃了嘛 这样 黑的满天满天都黑 我跟人家讲 此地也是不可留了 又走了 我一直走了很多地方 跟着我就去Urit 找找工 一间一间去找 我说我会做account 一间一间去找 没有人 我又不认识人 你不认识人 我在Urit跟宝敦是两个对面 以前做工 所以我在那边对面 我就去那边 一间一间去找 小小的公司 又是给我找到了 只要你一直去找 一直找 一定有一天 你移到女要的东西 又给我找到一份工 是full set account的 我都明白什么叫full set account 没有computer 没有的 全部是 用手来写general 机要 全部一大堆 很大的很大本书 我都不明白 debit credit Tribarium Barrowship 完全不了解 不明白 但是 我这个老板 他没有在的 只有我一个人的 因为他是做 Electric的那个Wiring的 每天要去做 做Wiring的 做contract 所以没有人在 就我一个人 其实真正是 他要请一个人 转门罢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人 我在那边 好彩 也是很好 刚刚好 那个account的人走了 我六月进 五月他就走 刚刚好接手 我就看完他怎样做 整本书 怎样过来过去 我全部 在六个月里面 看得懂了 懂什么叫account 但是不明白 我们有Barrowship Tribarium不明白 但是我懂 怎样放来放去 Tribarium给我做Barrows了 那时候真的是 这时候有时候 我就等到六年级 我不英文了 真的不会的 我的英文不好的 我真的不会的 一点都不会的 你想一下 那个时代 我的时代 三年级的时候 才读 A Boy A Girl 你想象我的英文多好 A Boy A Girl 三年级 我才读到六年级 所以完全完全不会 但是很多我不讲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不会讲很多 因为还有很多细节 我不讲 好像 那些打字 那些全部 不会Sparring 我全部一个个 慢慢找 慢慢找 慢慢 啊嘎啊嘎 兜上去 兜上去 兜到乱七八糟 整个 不知道什么打 什么都不明白 我的老板都晕掉了 老板问我 你去中门 你打字 全部不明白 我说老板 我读书的时候 是没有读这些的 我真的是这样讲 我读书都没有读书的 我说 没有这个 什么 Extension 这样的东西 没有的 我说你给我点时间 就过了关 所以你要赶赶的去 你赶赶的 做每样东西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先 有样东西要dry你们 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dry 没有现在这年轻人 比较没有东西dry 家里又有钱 是不是 又不用养家 没有工作 失业了 在家里又有不得饭吃 又有车开 看到你们现在的年轻人 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呢 我觉得不幸 我真的觉得不幸 如果你们是这样的态度 你明白吗 这样子我就 完全 获管了 我就跟自己讲 我要去考 LCC LCC是英国的文凭 account 结果 因为我会了吗 会了做了吗 但是我要明白吗 结果我就去 Gun 读学校 一个礼拜两次 从Elementary 到Hire 第一次考试 人生的第一次考试 因为我没有读到Farm 3 是一行一行的 很严肃 我进到去 又怕 去读 就去考 第一次考试 进到去 我一下子就考完了 所以我下面坐着很 怎么没有人动的 只有一个人的 全部还在那边 都写的 我只有一个人 我就等了 怎么办 出又不是 不出又是 到底怎么办 就等很久 东西等到有人走 我就跟他走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考试 但是 文凭出来了 在学校的时候 放榜的时候 你说 我们的人真的是 我一直找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C A to C 在中间 一直找找 没有我的名字的 找不到 我心想为什么找不到的 我这么早就做完 我全部都会 找不到 很失望 结果我要 走的时候抬头看到上面我的名字 在上面 我们人生有时 上帝配我的东西很好的 但是我们就埋怨 在那边找找不到的时候我就埋怨 都这么辛苦 又没有回家 天天度 又考不到 为什么这样的 一定错了 自己在那里骂了 你知道吗 哪里知道我的名字在上面 上面的时候我也不明白 我就问老师 为什么我名字不在下面的 不是跟人家一起的 原来我在上面的是 Distinction 我都不明白什么叫Distinction 不明白 我说什么叫Distinction 是不是在重考 他说 不是 是最好的 他一两个人的名字 其他人很多一下 所以 你看 有时候人生 现在你觉得 很麻烦 很多问题 或是你现在 怕脱 难得 或是你的 你觉得 那个是最好的 其实不一定的 真的 不要为了 那个 把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昨天前上个礼拜我在意大利的时候 我的女儿 他跟我讲 他住那边 是不是 他住那边 他说上两个月有一个女孩子从楼上掉下来 上海女孩子来的 真的就这样去世了 哎呦 我很心痛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因为没有爱 没有爱 爱 不一定是在家 家一家一定要有爱 上帝的爱很重要 所以我说你们坐在这边的 每一个 你比谁都蒙恩 你坐在这边可以听神的话 可以听 弟兄姐妹的爱关心 还有家里的父母 我觉得真的是很 pressing 这样子一个人生就 就完蛋了 一个女孩子 好好的 所以我说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不管你试炼 试炼 或是给人家抛弃 是最 好像人生 最肥的时候 就是刚才讲 你不要 你不要 以为这个是最末了 是好的时候 为什么好 给你 人生 有一个 经历 给你一个人生 一个 一个 就是一个经历 一个决定 这个我觉得 我们 要学习 真的要学习 放 所以你看 上帝给了我一个 最好的 我在下面找 我在下面找不到的话 他心里就买烟 你知道我怎么考到这么好的吗 给你们一个比赛 我不是三头六臂 我不是聪明过人 我只要这样东西 我很坚持这样东西做 就是努力的 我买 我买了 有一个 每一本 是十年 我很贵的 我都舍得去买 买二十年的来 每一年我都会做 你说我厉害吗 一定厉害的嘛 因为你就做完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东西不是因为你厉害 是因为你肯去做 为何你们自己今天 你们肯吗 富士肯 肯在教会富士吗 肯去小组吗 肯吗 好像我 我是不肯的咯 我以前我不去的咯 我没有去的咯 跟你讲咯 到回来讲回 就会完全不喜欢的 所以我才讲这个 讲完这个先 找老公的先 还没有听起来讲到老公 就在那边 我就 Distinction Elementary Indimedial 还有我都拿到 Distinction 这个 你知道第二年 第二次考试我根本不看下面 我就看上面了 所以 就是 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 我对自己有把握 所以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上帝给你们这些 全部都是最好的 只是我们自己 没有信心 对自己觉得 哎呦我比别人差 哎呦我的眼睛比较小 哎呦我比较矮 不用 要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不要哎呦你明白吗 哈利路亚好彩我比较小力 所以我很多东西啊 我可以穿高跟鞋 你明白吗 我比较肥一点 不用紧 因为我的脸肥的话 我的脸比较 好像我们的 紧 我没想到很可爱 QQ的 OK 一直对自己也很满足 一直要感恩自己有的东西 你就没有埋怨 你的心就完全是 完全是 很 喜乐的 人家 那个 我们的 圣经说 神我们 自由啊 很自由啊 我们要有自由 活的自由 好 到回来 考完试了 就是我刚才说你讲 在那电器店里面那个老板那边 认识我的 第一个男朋友 也是我的老公 你看你看 只要你肯去一想 你去做就拿得到 对不对 所以 敢敢去想 敢敢的去做 为什么呢 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 我不会祷告 我不会祷告 我没有 但是我一直去找 一直去找 一直去找 所以 好 讲到这里 我停了 我不要再讲 以前的我倒回来 我讲 我怎样信耶稣 我还有 还有多少 还有半个小时 到11点半 可以啊 OK 让我来讲 我怎样受骗 成为基督徒 其实 老实讲 22年前的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 每次教我信耶稣 我是不相信的 因为我的时候 我的事业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了 我已经有很好的背景 我已经 靠自己 我刚才跟你讲嘛 我靠自己的嘛 你看我考试又靠自己 我做什么都靠自己 我没有靠神的 所以我觉得 我就有点骄傲 就觉得 靠自己是真的会成功的 你靠神不会 所以我的朋友 跟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每次就散他了 我其实我不喜欢他的 因为他讲的东西是不逻辑的 为什么不逻辑呢 他说 他的耶稣 是 会医病的我 你相信吗 他说 那脚长短 都会医好的 你相信吗 当然不相信 当时我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 真的是 很 极端 是 更重 整个跟我传 我都不踩他 我都不管他 最后 他有一次 很烦很烦 叫我 好像圣诞节 牧师讲 圣诞节 又有吃了 有东西吃了 又有礼物了 对不对 我不是贪礼物 我不是贪 贪吃 那一天跟他去 我也不明白 我跟他去 因为太烦了 哎呀 印头他一次了去教会 没有去过教会的 我没有 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 跟他去教会 哇 很辛苦顶 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 好像讲了一个小时 好像一整天 很难 不知道他讲什么 唱歌 尤其是唱歌的时候 一开始唱歌的时候 我看他唱歌的时候 我看前面就没有人哭的 后面就没有人哭的 哇吓死我 怎么会有人哭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哭 总的觉得很不自在 所以坐在那边 整个 吃我的 整天 吃来吃去好 做不好 很烦很烦 我第一次去教会 跟他说 更要命的不是这个 更要命的是 讲完道是 那个牧师叫全部人上前来 我的朋友就推我去 去我去前面 但我去前面的话 我说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这个我好彩没有在前面一行 跟着我在后面那两行 看到有人跌下来 那祷告祷告 全部对你怕不怕 怕不怕 一定怕的对不对 我从那边就走了 我不敢出去 我很怕很怕 为什么 那里人啊 坐下坐下跌下气的你 唱歌又哭的你 不是很快吗 很奇怪吗 所以我对教会是完全完全的 是反感的 我真的反感的 因为 我觉得这些全部是 我虽然没有读到书啊 我还看低人家 你看 虽然我是读到小学 我还觉得那些人啊 哎呦好像没有知识的 这么迷信的 那时候的我 你看我 挤不好那个心 结果 我走了 这个我不会再去 他怎样叫我 我都不去了 你知道我这个朋友啊 我这个Darting series啊 很紧哦 很 我真的很讨厌一下当师 很讨厌他 他把牧师带来我家哦 你说紧不紧 哎呦 这样子牧师带来我家的话 是不是我就没办法了 很老了 两夫妻很老的 七十多岁 但是很温柔哦 讲话你说好像牧师这样哦 很温柔哦 又很冷宅哦 真的 穿这样牧师这样 又是摆头发哦 哈哈哈哈哈哈 看到吗 他就跟我讲话 谈天很舒服 来到我家 我只得ok咯谈天 ok 重点在这边啊 他说ok 他不要走了 他想我 Merry来 我的朋友讲 来来来来 叫牧师帮你祝福祷告 这样我就ok咯 站起来祝福祷告咯 他说牧师讲 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啊 中早了 你们都知道 我没有去过教会 不止米买 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吗 我就讲了咯 讲了就中了咯 就被我骗了 上船了 结果就这样子 信了耶稣 但是我的心很不开心那天 因为我的哥哥弟弟妹妹没有一个信耶稣 这样子我怎样交代呢 我的朋友说啊 你现在啊 你讲了啊 是你就是基督徒了啊 你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哈 哈 不明白 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很多不可以的 又要去教会的我 我心想啊 我是给你骗上船的 我跟你不要踩你就是啥 我心里不要 不会去教会的 我跟他讲 我心里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我现在讲不出那个情形给你知道 很佛捆那种 佛捆 这样 一个礼拜他打电话来 你是基督徒你不去教会啊 我不踩他 第二次打来不接 第三次不接 我不要去 但是喔 过了几个 几个礼拜后 我心里很 不舒服 很 觉得 什么办法 是自己讲一句 我讲了吗 我自己成了也要 变了基督徒 这个我们的基督徒的神会不会来 道 道仇我的呢 我就这样子讲喔 谁咯不去的话 他会弄到我手断脚断的嘛 因为我们的神 我们拜的神是说你要还神啦 要你大力有什么要还的嘛 叫我怎么办 谁咯 我说 一天天不安喔 不安 天天 每个到礼拜天就不安 礼拜天就不安 拜一到拜五还ok啦 礼拜天就不安了 气不气 气不气 结果 好啦我算来算去 我是算的嘛 LCC 哎呀一个礼拜才一个半小时 一起一走很快的嘛 算了 我就去咯 我去教会 我一起了这个教会是不是 我也是不喜欢 第一个 第三次 我是为了 气而气 不要给他报仇 气罢了 我真的不想气 跟着 第四次 还是第三次 我给一首歌感动到自己哭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哭 那条恩典之路 那时候我四十多岁 我只想到我这么好啊 顺利啊 做到孩子这么好 四个孩子 老公又好 孩子又好 事业又好 我又大把钱喔 又不是没有钱喔 是不是 到底是谁给我的呢 我又没有去拜那些官员 我没有拜的 我没有拜过 我就是信自己啦 自己以为自己是神 结果 哭喔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哭 我只是这首歌感动到我 我觉得 真的有一个神 牵着我的手跑了四十年 不是我一个人跑的 我真的是 所以你们有来教会的话 你们会 各会感动你们的喔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带朋友来啊 是你感动的 不是啊 其实你带朋友来啊 是那个 那个歌啊 是那些 讲到那些 感动到他们 哇 原来是这样 他们是自己的 圣灵做工的嘛 所以我就觉得 好 我要了解 什么叫圣经 你看啊 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喔 圣经都没有看过 也是变成基督徒 也不明白 你看我就才去研究 我才知道喔 原来有一个神是真的 是这样的神 那本书 那本圣经喔 是有血有肉 是真实的 啊 我就很 真的人 我就才承认 这个不是 那些宗教啦 写的东西 人写的东西 是历史来的喔 既然是历史 是这么样的历史啊 其他到没有的话 我就想到好了 既然是历史的话 我就是要 相信就追随着又哭了 我就到那 从那天开始 我每一个礼拜天 就成为 做作的基督徒 坐在那边的 没有做工的 十多年了 我去了教会 15年 我没有在教会 做过任何 扫地 借呆 没有做过 也是我这个基督徒 多糟糕的基督徒 但是我很享受的喔 唱诗歌的时候我会哭的我会开心的喔 跟着听到的时候会听的OK的喔 但是喔 没有找过任何一个人来信耶稣的我 没有叫人家去教会的喔 你看我知识不知识 自己享受喔 一直享受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我也没有去小组的 我没有去小组 因为我很忙嘛 我每次用这个借口 因为孩子才 很小嘛 那时候20年前的时候 我儿子最小的今年 24岁嘛 很多借口的 公司忙啦 跟着没有去的 什么都不做的 这样子呢 就过了15年 但是 生意还是照做 东西还是OK 但是你说很好 没有 就是要靠自己 这样子 我怎样 成为 今天 唱歌的时候我都会哭 一讲到神的恩典我就会哭呢 你看这个东西真的是有 有 很有 那个 神读的这个神 真的很 他 神 我这个 我每次跟我自己说 神啊你真的很可爱的 每次做的东西是你根本想不到你要我去做的东西 结果是我做的不错的时候 我想退休的时候 50岁的时候 因为那个医院 刚才讲宝康医院 是12年前 神感动我 又是这个 带我姓耶稣那个 那个Batis Lee 你知道吗 他的 他老公 这个 这个医院 他来找我 他说 我在祷告的时候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的脸 因为我的 医院老公要卖 我说开玩笑 我就不英文 你也知道 我也是觉得开玩笑 他说我也是不相信 他第二次 还是看到我的话 他就要求证了我 他讲要求证了一下 三次求证一个两个三个就求证了他怎样求证我不知道 他说求证了今天我打电话给你 最后一个求证就说 我打这个电话给你 如果你接电话 就是三个 真识了 你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不听他电话的 因为他很长期的 一打电话一个小子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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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长期的人 所以我很怕听这个电话 所以我很久没有听他的电话了 我晚上打回给他 那一天 我接了他的电话 印证了 神 选选我要做这个业了 我说 No 我不会英文叫我去manet doctor 想什么 想我丑吗 我说不会 但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 我已经很好 要退休了 我要带 我要带孙了 改天啊 我孩子结婚 哪里知道 这个人 我这个Latins 3 真的是 很无孔不露的 以前他带牧师来我家 今天 那天他带 驾驶来我的 载我去他的医院 勾立吗 他就是这么样积极的人 所以他 传了很多福音给人家 他真的是很 很棒 以前我很讨厌他 今天是我最好的天使 最棒最棒的 天使 真的是 没有他 我没有今天 我不会站在这边 所以 他就带我去了医院 我才看 什么医院来的 六层楼 如果我们失去我的医院就知道 全部空的 只有一楼 Ground floor 有一些机器 二楼空的 三楼 有三五间 那个clinic 四楼空的 五楼空的 全部空的 但是是医院来的 真的是医院 因为他们靠 机器 那个机器 就用了差不多 90个million 只是机器 没有包括装修 没有包括那些 他们做了五年 亏了 六千多万 60 million亏了 60 million 亏了 你叫个小学生去 带我这个医院 亏了六千万 你可以开玩笑吗 你说上帝是不是开玩笑 还有一个不会英文 但是很奇怪 神做东西 真的你 你不知道 我就回去 我去了 他来载我 没办法吗 就去 去看了回来 哪里是医院来的 谁 dick over 这个医院 谁都是会倒霉 我是这样子想 这是倒霉医院来的吗 为什么 做了六年 五年 亏了六千万 你想一想 我哪里有走 这么多千 你讲一千万 我有 再接下去 我没有 check boss 回到家里 不能够睡觉 完全不能够睡一天 第二天也不能够睡 那脑袋一直看到 医院的那个情形 人情情 没有人 那几期最新 医生最最好 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 乙气 最好的医生 但是没有人 一直在那边 好像很 很可怜 那个医院这样子 第三天又不能够睡 哎呀 没有办法 我就去找我哥哥 我跟他讲 我要 这个医院可以吗 我就拿 我哥说不可以 他说你才度到六年级 你怎样可以拿这个医院 你又不英文 他说啊 等下你义死人怎么办 他说你根本都不懂那东西 你怎样 所以我就傻傻的又回去 我觉得 因为我哥哥一起做生意嘛 我们的钱在一起 第四天还是不能够睡觉 你会怎样呢 练黑黑了 种种了不能够睡觉 真的不能够睡觉的 结果我再去找我哥哥 我说 我说 我达弟 讲 这是 calling 怎么办 我又不能够睡觉 我的哥哥讲 既然是 calling 好了 你就去做 我就 拿了这个医院 就 第一次开始这个医院 就一直做 继续亏 继续 亏到 100 100 我的身家 我的物质 全部东西 杀到完了 完全没有东西 迟早 银行要我搬家 因为我的物质 要去给银行 我不是有很多身家 就是有现前的全部 贴到完了 为什么会贴呢 因为好像牧师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医院是神 要我做的话 我就一直 开大门 谁没有钱就医 谁没有钱就医 谁没有钱来就帮他医医 一只鱼 一只鱼 你知道我怎样找那些病人来的吗 你没有人这样做的 我怎样做呢 我就找那个失业的 一对夫妻 那时候 他们没有工作 我就给4000块工钱他 我说你的工作很简单 你去那些 General Hospital 或是IKN 那个 Cancel Center 那个政府的医院 坐在那边等 等到年轻的 很年轻的在那边 很愁年苦年的 你就把这个电话 交给他 叫他打电话来我的医院 我们来帮他医 我们是这样来找 你说 你这边找人来医 全部要 不用钱 这里要给医生钱 这里要给 所以一直亏 一直亏 亏到 真的完全没有 但是 很奇怪 但我亏最多钱那年 2015年的时候 就要 那年 已经要 已经不能够顶了 因为 你知道那年我亏多少钱吗 17个million 因为我借钱了 来装修完整个医院 装修完了 是吗 医生没有人要来开刀 没有医生要来 因为那时候我的医院又火灾 我的医院刚刚好装修好的时候 火灾 一下子 Satu Kari 帮我装修好的 烧 但是烧不多 那个水 射到满个 整个医院的水 射到坏到完了 又重新来过 你说那个医生怕吗 一定不敢来 对不对 这个六年级 又不英文 忍我 又少我 所以等我做好了 一年又重新做过 又借钱 我借到一千万来 再装修好了 最后 医生没有来我 人请完了我 Nurs很多我 全部满满我 因为你不请人来 他不Approve你我 这样又没有怎么办 就亏了 7700多万 最后 那年 9月份 我的妹妹 一直吵我 吵吵吵吵吵吵 跟我说 姐你去读啦 你去东林读书啦 去东林读啦 我跟妹妹讲 我又不用做牧师 为什么要去多读书 我跟妹妹 不过 我现在忙到 现在亏到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好 她说你去读书啦 早上7点钟起 下午1点就回来 她讲 都三个月 因为她读了 她觉得很好 她又觉得 我可以读 我就 我就不要去读 After that 她一直吵我的话 我想好了好了 我就应酬她 一天去一次 去一天罢了 钱多快三个月 我就去了 我一起到东林 我给王牧师 就是台湾的王牧师 感动了 她从台湾来 她不认识马来西亚 她是给calling的 我听到她又讲 又是一样calling的 结果来到马来西亚 是很辛苦 但是 她真的帮了很多人 给我就感动 我就留下来 三个月 我的人生 从那天开始 变成今年的我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我一路来都是支持的 我是自己 不要去产福音的 我不觉得我要做 虽然我帮了很多很多 那些穷人 病人 但是我也有自私的心 我也不想 去传福音的时候 人家给我脸色看 我不爽 我不爽的 我不喜欢那种滋味 所以我不做的 结果我在那边 我学到一句 《马太福音6章33节》 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一切祂会加添给你 这个字真的是 我就抓稳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上了三个月 给我人生真的改变 变了 我说做基督徒要去做工的 要去传福音的 要去祷告的 要去祷告的 他的东西我才明白 真真是是要去分享的 所以那天开始 就是七年前 七年 我这人生从那一年 我回到来 第一样东西做的就是 在医院里面做祷告祭坛 设计一个祷告祭坛 自己开始 拿一个圣经 自己在那边坐坐来 唱歌 因为祷告祭坛 唱歌先的 唱三首歌 那时候有YouTube吗 一个人吗 OK啦唱 你知道怎么办吗 我唱歌出来 在我的 因为很早 七点多 我就家里面 医生没有来 我在医生房间唱 因为在医院里面 我办公室在别个地方 我唱歌出来 第1次 我说 全部 看到我 很怕 看到我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 窥到他不有 傻了 每一刻看到我 很惊讶的 这样子 唱歌在里面 唱歌的 怎么不这样呢 唱歌这么大声呢 啊 睡着 我看到他们的表情 真的很好笑 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管 我不管 我知道祷告祭坛一定要 所以我就从那天开始 自己一个人 开始祷告祭坛 三个月后 把我的同学 在东年同学 一个一个 把他请过来 秀秀啊 Casey啊 Caleb啊 全部请过来 请来的人是 全部 不英文的 接读 吸读者 我那边有两个吸读者 现在做得很好 做了 管理 也是读到六年级 那天跟我去 去沙巴 他讲的见证 很多人感动 六年级 你明白吗 他吸读 在那个监牢啊 来来处处 在那个恩亲 你知道恩亲吗 恩亲里面是 他恩亲里面 八年还是九年啊 去多年都是遇到我 跟着我们一起 哎 现在才 哇 又接了佛 三个两个孩子 又买了车 又买了物 在几年里面 哇 他的生命改变到 很好 他的人 改变到很好 还有秀秀 也是 不大会英文的 不喜欢跟人讲话 全部今天 完全转变 转变到 全部用是神转变 不是我啊 他知道了 不是我啊 是神转变的 转变他们 所以你们一定要 甘心 乐意的侍奉 他们就跟我一起 祷告祭坛 跟我一起做 market place market place 每个礼拜 有牧师来传道 跟 跟病人祷告 在早上也是跟病人祷告 把东西 叫做给 那个 圣灵 给神 在那短短的几年 2018年 2016 一起 慢慢 生意转变 好了 但是还是 悔 悔到我2017年那年 我又 我还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的 突然给我想到 我55岁了 我可以拿EBF 结果 原来神还知道我有钱 还没有骰人玩 还以为我这个要自己用 我 这个我没有办法 生的那一天 早上 7点多就在 EBF 门口 做完 三个都迷恋 不错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工 三个都迷恋 拿出来 都没有几分钟还是几天 完全没有了 不知道去哪里 还这个 还这个 完全没有了 感言 神看到我完全没有了 可能感言 2018年开始 没有亏本了 完全没有亏本了 因为我 我们只做神的工 我们真的 只跟 只做 见求他的国和他的 你知道我们啊 带了多少个人信 信主吗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医院 2020年 300多个那个很开心 因为没有什么人嘛 2021年去年469个 2022年今年 600个超过了 哇 所以 只要做对的东西 都会来 那时候为什么会火烧呢 为什么会有 水灾 火烧了 又水灾了 真的是 我已经不能够复习了 我才知道 我问回自己 我才知道 我还有很多 坏习惯 没有改 还有很多 内在里面的 罪 内在里面的 不好的东西 没有改 所以我的灾难 一直会来 不是灾难 就是说 上帝要给你看到 你自己的 你在表面上好像很好 在里面不是很好的 其实当时的我 我真的 我可以跟你讲义 但心里是所恶的 我是这样的人来的 虽然我在表面上 OK OK 心里不喜欢你的 真的 所以 还有很多 还有蛮多一下 我输来一输去啊 好像每一样都有分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啊 结果一个个个慢慢 把他清了他 其实 你越清 多 你的人生就越轻松 你越在乎 越在乎自己 很多 要以自己的话呢 我们人生活得很辛苦 所以我这几年 生活得很轻松 因为我根本没有我了 我们人 为什么有埋怨 因为我很重 我不开心 我没有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开心喔 那个我 你没有了 我去了哪里 我 去了神那边 变了 我们用爱来回应 对我们不好的人 因为用神的爱 才可以的 因为 耶稣的客人用人死啊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为骂我们的人 原谅他呢 还是祝福他呢 如果你们想通这个是吗 我就是想通了 那几年 我整个人生 改变到 真的是 很自由啊 根本没有一个 心情 哎呦很感情 哎呦很假 哎呦这个 哎呦那个 哎呦没有了 好像一开始我讲 哎呦不要了 哈利路亚 就对了 真的 如果我们真的人生 我们好像我这样子 放完了 我们的人 是谁那口气 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问回自己今天 我们很在乎 每样东西的话呢 请你们放了 用爱 用我们那个 格林多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 13章 那个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耻 爱是不嫉妒 不夸张 不脏谎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利益 不轻易发露 对吗 这几样东西 还有 一大堆不做不 不义的 只求着你 这几样东西啊 大家 我们每一天都读 每一天都看到 自己要做的时候 做不到 因为我很重吗 那个我很重 你永远做不到 因为你要觉得 我的feeling 你今天为什么踩了我尾巴 我明天踩完你尾巴 你今天做初一 我明天做你十五 不要 神让我们 放 用爱 慢慢 今天 你看到 没有结果 不用紧 神说 祂会问你神言 所以很多事情 等祂去神言 不用你自己去讲 所以我们倒回来 我们就做了这样 我的意愿 结果 我们就做祂的 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今天 我们的意愿 我真的不敢想 亏了100个million的意愿 真的100个million 你觉得 神会怎样翻转这个意愿 我又没有做什么东西 我又不会的 你觉得这个意愿是我做的吗 不是 因为我顺服祂了 因为我做祂的东西了 结果 有一个美国的 去年前年 2020年的时候 来找我们一个美国公司 祂很喜欢我们的做法 虽然亏了 1亿 就是100 million 但是祂愿意用 552个million 来买我的公司 买我的意愿 买50% 也200多个million 来给我 所以 神 用很多方法 是你想象不到的 来给你 刚才我刚开始讲的时候 虽然现在你的boyfriend 或者哥friend走了 他会给个更完美的你 你明白吗 我亏了100个million 他给我500个million 你相信吗 是不可能的东西的 不是神做工 但是我没有做什么东西 我只是 祷告 祷告祭坛 对人好 天天做工我们都知道的 对我们好 对那些病人祷告 帮他们 没有自己 没有我了 只有你 他和他们 他的感受怎样 他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对我这样的 只要用这个方法 去对回人 上帝给你的东西 是你眼睛 没有看过的 心里未曾想过的 耳朵 你根本没有听过的 我都不相信自己 我也不是要很多钱的人 所以我就把这些钱 派完给staff 一般 跟着一般来 给回神 做神的东西 因为这个医院 是他卷选我来做 不是我的医院 所以我就讲 这个医院是神 他先不是说 打这个医院 才给很多牧者来做check up 是吗 这是他的医院 当然是要看着他的仆人 但是要 还有他们生病 什么 我们都会给免费 他们有钱 我们都会给免费 这个都是他 我们做他这种贡献 所以你要感到 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对自己 那个仁力 今天你要为自己 你们全部年轻人 你对自己哪样不满的 今天这个魔鬼给他拿掉 其实魔鬼骗你的 真的骗你的 每一次骗你自己 或是你自己 本身也是有点懒 还是有点不甘愿 所以就很多东西 魔鬼就有机会 在你的身上 动工 你明白吗 我希望今天 我要 我会讲到今天 在这里 结束是因为 我希望 你们年轻人 人生是很美好的 如果你现在 这个时候 好像我 我七年前 突然间明白 今天你突然间明白 你的人生 你才二十多 三十多 我六十多了 你明白了 所以我后悔 都来不及了 但是你们 有这个机会 听到这个 可以改变的话 微微自己 不要再等了 孩子们 不要等了 真的 这个我不是来 跟你们说 什么 这个是我真正的 生命的见证 我不是今天要来 跟你们讲我多厉害 我是完全不厉害 完全很差 也是很烂的人来的 跟你讲嘛 什么都有份的 也不好的 也是为君子来的 但是今天我可以改 我今天可以活到这么自由 我是因为 神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 我希望每一个人 每一个在这里的 弟兄姐妹 你把神 把祂住在那里面 你的人生 就完全 生命会改 包括你的家人 都会改 感谢赞美主 Hallelujah 谢谢大家 我们的神 创造天地宇宙的神 祂会牵着 我们每个人的手 无论我们经过高山或低谷 祂会要牵引着我们而走 今天我们 听了 玛丽姐妹的 她的生命的见证 神能够翻转她的生命 同样的 这位的神也是同一位的神 祂也能够同样翻转我们的生命 今天如果 你可能 也可能会经过 我们人生的低谷 你说 神我需要你来牵引着我的手 带领我走过这个人生的低谷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只要你牵出你的手 神就会牵着你的手 我去 好不好 你在你的座位上 你就伸出你的手吧 让耶稣看到你的手 是的 我看到 看到 很懂 在当中或者是一些 你完全 还没有认识这位耶稣的 你说我也要这位耶稣来牵着我的手而走 好不好 你勇敢的 你不用害怕 你勇敢的举起手 让耶稣看到好吗 看到看到 举高一点 举高一点 是我看到 我看到 你说我的人生需要耶稣来带领我 我不能够再靠自己了 我看到一位 我看到两位 还有的 还有的 我相信还有的 在当中 还有吗 还有第三位吗 你说我需要耶稣来带领我 我要认识这位耶稣 还有看到第三位 第三位 还有第四位吗 还有第四位吗 我第四位看到看到 感谢主 还有吗 还有第五位吗 很好 我告诉你 当你愿意举起手的时候 你的生命 从今天开始是不再一样的 今天开始你的生命会走向丰盛 你会认识这位创造 天地宇宙的上帝 他知道你的需要 你的头发有多少跟他都数过 他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情形 还有第五位吗 勇敢地举起你的手 被邀请来的朋友 在当中的 你说我要认识你主耶稣 你要牵着我的手 好 感谢主 那些 刚才那 那四位还没有认识主 你举起手的 我要求你 走多一步出来 走多一步出来好吧 勇敢地走出一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走出来 走出来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走到前面来 感谢主 给他们 可以走进来 安妮可以帮忙 走到前面来 走到前面来 让后面的可以进过来 还有吗 后面还有吗 你是 你说 还没有认识耶稣 你说我要认识耶稣 有吗 我们先为这些的 弟兄姐妹来祷告好吧 感谢主 今天你们勇敢地走出这一步来呢 上帝看到 耶稣看到 耶稣也知道你们的需要 耶稣也看到你们的挣扎 好不好今天你愿意把你的生命 说我交给耶稣好吗 你愿意吗 如果愿意的话 你就点一点头好吗 好 感谢主 那 现在呢 牧师呢 为你 带领你做这个祷告 那这个祷告 你不是跟我祷告 你是跟这位上帝祷告 虽然你现在感受不到他 但是他听到 因为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 好不好 现在我 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好吗 你可以 如果你要 集中你的精神 你可以闭上眼睛 但是你可以开着眼睛都可以 只要你诚心地祷告好吗 好 开始了 亲爱的主耶稣 我谢谢你 今天 我保我自己 我的生命 我的问题 我的经过 交给你 主耶稣 主耶稣 我知道你是神 我知道你是神 你爱我 虽然过去 我不认识你 我还是罪人的时候 你已经为我 钉死在死的家上 主耶稣谢谢你 你的牺牲 你所流的血 洗净了我所有的罪 主耶稣 我把我生命 交给你 求你来 洗净我的罪 圣灵 住在我的里面 帮助我 主耶稣 谢谢你 我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曼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相信今天的信息 对大家一定有帮助 我们也欢迎您把今天的影片 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亲戚朋友 同时 您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也欢迎您 参加我们每个集业在一般 请订阅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信息 也订阅我们的 Facebook 如果您愿意 支持我们 也订阅我们的 我们的电视频 帮助我们 愿者祝福大家